一种拼接原理可以实现万千可能 不过以凹凸组合起到连接和固定作用的结构方式 并非是乐高积木的专属 在中国我们称之为笋毛已有千年 笋毛是个大课题 它运用在了我们建筑 家具 城市的很多方面 凸为笋头 凹为毛眼 凹凸组合是如何可以变换出万千形态的 严丝合缝又怎样使木材可以发挥出抵抗千年时间的力量的 接下来将走进凹凸之间的世界 一起盼寻笋毛的七十二变 这个是2004年做的作品 一个圈椅你把它整个拆开 圈椅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这个圈 它这个圈线条非常简练 造型的那个张力也很大 它是由五段组成的 那么这里面就是用上笋毛 其实我就是在挖掘它自身的那个笋毛和它整体的外在和内在的这种关系 无从下手 最好先把它这块推进来 这个整个先下来 凝视家具的时候 就只能打开 你才能看到里面是什么节奏 这也是吗 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十字锁 其实虫毛它就是一个特别符合木材料的结构 但是你看为什么在中国虫毛结构做的那么的成系统 这个可能是一个我们可以去研究的一个方向 我们就拿这三个来评 你看啊 我们就会发现里边的一些端倪 这三个啊 这个唐室 这个宋室 这个清室的 这个清室的 我大概对一下中心位置 你会发现 从柱子到这个昂头之间这个距离 唐室的是最大的 所以它能够搭更大的屋顶 那清室的 因为它整个斗拱出条的这个深度啊 不够 它没有办法搭更大的屋顶 这时候我们那天去独乐寺看的时候 也能发现这个特点 是的 独乐寺呢 它是标准的继承了唐代建筑的做法 唐室的这个构件拆开以后 结果简单 它当然是写的 利用杠杆原理 非常科学的解决一个受力沉重的问题 而清室是没有的 清室一层一层简单的这样的累积上来 我们所做的很多的斗拱的样式啊 都是来自于宋代的营造法师这本书 那这个还是用当时的这种余法 对对没错没错 嗯 一枚六分工 一枚是一厘米 不是 那是 一个构件 分 是营造法师的一个计量单位 其实乐高做的跟这有些相似的 是的是的 用标准键去计量 对对没错 磁墨结构它是一个细胞 用经典化说来是一个模块化的一个感觉 北京城应该在全世界一个特别特殊的一个城市 因为它可能从600年前开始建的时候 就是事先规划好的 当时用了14年就建好 这么大的一个皇宫的一个建筑群体 真是个奇迹 这个在西方你建100年也不算长 比如建筑的所有的粮柱 它都可以在别的地方去制作 然后同时运到北京来 一安装它的所有的知识都是相互都可以对的 其实中国才是最早工业化的 对 它有现代生产的这个模式就是雏形 笋和某的结合 蕴含着多少能量 取决于中国古人的智慧与思考 笋某在如今能焕发怎样的新生 也取决于我们对它的认知 笋某的72遍由我们继续续写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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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